今天特别请到了部长 部长请问一下 你以前遇到这样的黑历史标案吗 当然有 因为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 说我在内政部服务过 其实我在内政部以前 那个位置叫做公共工程委员会 主委 全国的公共工程都是我们主管 其实台湾的工程界呢 有一个最不好的文化 叫做最低标文化 什么叫最低标文化 最低标文化就是说 台湾今天我看起来 政经的厂商已经不敢 跟政府打交道 为什么不贪钱 了钱 所以你就会看 当我看到泰鲁革号的这件事情 我就会很纳闷 这家公司劣迹斑斑 那为什么他可以一直得标 当然 就是因为凶嘛 你如果销 他当年就没照 起工 起工来做 是 因为他没贪钱嘛 所以其实我跟各位举个例子 我刚到工程会服务的时候 民国一百年 机场跑道永远修不好 就是机场第三跑道永远修不好 我就很纳闷 那个不是很复杂的工程 我就请我的同事 你把你把招标的那个文件调出来 我看看 发现那一家公司从头到尾没做过机场 他是坐港湾的 那他为什么还可以得标 那我就 所以我就很纳闷说 可是他不是有资格标 你至少要符合基本的资格吗 你有资格标 问题是你在比价钱 所以他没有做过跑道 结果居然他得标 所以连初步筛选都没有做到 他一定有符合初步筛选 因为其实营造嘛 对吧 现在问题就是说 机场我又不能晾在那 因为飞机要起降 一般我们工程最怕什么 诉讼 是 一进入诉讼工程就等了 等等换以来 那不可能 所以最后 最后是我就介入 我们把它处理掉 好 然后呢 我那时候就请工程会 做了一件事情 全台湾一百万以上的标案 二十六万笔 我把它做一个总分析 我说你把它分析出来 我来看看 就我看到那个报告呢 我吓了一跳 某些县市就不讲了 整个县市里面 只有五家顾问公司 跟几家厂商能进得去 其他的都进不去 都扣好了 为什么 都扣好了 怎么扣 扣就是说我用价格包 用贵格包 什么就是这个五家 所以不就是五家公司在轮流吗 就是这几家在轮流啊 我们说好了 这一次我拿到 下一次你拿到 某些县市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会不会很诧异说 为什么一场大雨 路上会破几千个洞 你就看看背后厂商是谁 你再看厂商后面是谁 然后呢 这个某一个靠山的一个乡镇 相公所一年招标一百二十八件 我请问你一个库庄 一年里面都要下一百二十八个 案子 而且呢 我们是他要他要限期执行的 要一定向下厂商下 那我写完我交报告就好了 那谁来把关呢 厂商下就厂商自己表自己做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今天公共工程存在的 就是刚才讲蔡总统的 这就是文化的问题 你假如是一个最低标的文化 然后呢 台湾是这样 越都会区的这个县市 比较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因为公开透明很容易查 越偏远的偏乡 听到皇帝远 越问题越大 第一偏乡 像这次的泰鲁哥 这种地方 施工的难度比较高 其实短期不好 你那要叫江南也叫没什么江南 要叫料文化很高 所以你这种一个状况下 我请问你 哪个大厂商要去 部长可是越偏乡的工程越难 对 所以越偏乡越难 可是大的厂商不去 倒是这种厂商在做 那你能要求他什么品质吗 比如说你工地要做围里 这是工地的common sense 不要说工地做围里 你在台北要建大楼 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要避免零损 所以你在黑地下线 你一定要是把所有的钢板砖 都扒下去 你会连职标要扒好 不然你隔标就出问题了 这是工程的基本上线 部长可是你看 包括联合大地很多监造工程 其实他们不是没有钱 他们手上也 那个标案其实也是蛮大的 那为什么到最后发包发包 难道你不能调别的 比较专业的单位下去吗 这里面就是检调要去釐清的 其实联合大地算是还还蛮有名 还蛮大的公司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这家厂商在做 其实你到工地去看 你就知道他程度在哪里了 你要是唯利只做了一半 或是没有做完 事实上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情你就要纠正他嘛 所以事实上每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当初在工程会 我民国一百年去工程会 我们工程会已经因为行政院主改 已经注定要把我们解散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行政院讲 我说把我们留着吧 工程会那一百多个公务员 是我所带过水准最高的公务员 最中间公务行政公务的 那个细节非常清楚 我就跟行政院讲把我们留下来 我们当作行政院的发包公司 负责发包负负责监造 你们也知道know how 对不对 因为像工程就是很多的部 他是工程导向的 其实他们不用担心 文化部教育部什么 圆明会这些完全不懂工程的 其实叫他们去做工程是很麻烦的 他们常常被厂商牵着鼻子走 他也没他也没办法做到很严谨的施工 监造 所以变成说我刚刚讲说 我们要是当作全行政院的发包中心 我们就讲台帖好了 我欢迎 尤其大家在那里有的 那个系统还在工程会 拿出来把他的他的整个 这十年来的招标的太阳分析出来 都是哪些厂商在做顾问公司 谁在施工 谁在建造 他的工程品质怎么样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大数据里面是很清楚的 那你这边就没有办法看到 假如同时都是出现这几家公司 他的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我那个我那个全这个 这个标案管理系统做出来以后 我可以帮所有部算命 我可以替你算命 因为我帮你的X光MRI都做好了 但部长因为现在有立委就讲说 因为其实在工地 他们曾经有做劳检 但因为他们铺空了 就没有再做下一次 所以今天就有立委说 劳动部应该负起责任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件事情 是不是不止交通部的问题 不只是台铁的问题 可能各部会 都有一些这就是会碰到 因为你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其实你真的要去监督 有困难 所以我刚刚讲说 假如是一个政经的厂商在施工 其实本来就会做到最后一 他本来就照着 他的标准作业程序做 他为什么会不做 因为你找到的都是这种厂商 第一他自己的工程专业不够 第一 第二他不会贪钱 所以部长您刚刚说越偏乡 又有这样的情况 那李岛的部分不是更恐怖了吗 您自己任内是不是也看过 前两天有讲到金门大桥的事情 我在讲金门大桥了 我在来政报的时候 我就去拜访金门县 金门县县县县县好兴奋 他说李部长 我金门大桥终于标出去了 一直标不出去 我就问他 哪一间公司 他就跟我讲一个公司的名字 我说厉害了 你吃了 保证完蛋 有什么 他说这家公司 连我在内政部 我都知道他是皮包公司 像比如说皮包公司 就是公司是康格的 他的政商关系很好 下面都是外包出去 他可以去抢 抢下 抢抗冠 是可以唱 唱下去 如果自己有人就好做 做做的 拍做的怎么办 办公 他现在有个财务漏洞 他再去抢另外一个标案 再用那个投机款 来补这个洞 就一直唱一直唱 唱到买了 那怎么杜绝这个状况 就是最有力标 可是最有力标 会不会绑标的嫌疑 就是资格标 有那个限制性招标 不拨的就是这两三个 可以做一丁 所以所有的法案 都是防君子 现在台湾的法案 是防君子 不防小人 你说我要拨 其实不难 可是问题是 假如变成文化的以后 其实你只要厂 比如说我的这个 我的叫做最有力标 其实是做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要绑没有关系 只要你做得出来 跟你做得好 那问题是 假如我们的品质 都是用最低标 谁来确保我们的安全 我们自己都过得 결과 谢谢大家 niños 我们可以看 要